饭店的鸡蛋豆腐非常好吃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小翠 今天我们用豆腐跟鸡蛋来做一个好吃的家常菜 鸡蛋豆腐 简单操作 现在开始来 弄 我们先来把豆腐 这样子盖刀 我们用的是这种 单碎豆腐 单碎豆腐吃起来有豆香味 好吃一些 再来切一点葱 喜欢吃辣椒同学 和切这个小米椒 不吃辣椒的话就不要加 我放在一起 我们把鸡蛋打入碗中 鸡蛋要把它打散 这样挑起来打 打散的鸡蛋炒出来更泡更香 这样子鸡蛋就打散了 锅里面加水 加入一些盐 咸鸡蛋 再把我们的豆腐拿去串一下 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加一勺蚝油 再加一些酱油 加一小勺水 把它调散 鸡蛋 我们把打好的鸡蛋 倒到这个窗口水的豆腐里面 接下来我们热锅的油 这个锅一定要烧得冒清烟 今天我们用的是柴子油 柴子油一定要剪薯 我们把油剪薯了 把它倒起来 锅里面再留烧点的油 下入我们的豆腐 鸡蛋 现在它定型 先不要动它 现在要下锅 把它定型 这样子煎好了 我们翻个面 翻个面 哎哟 有点焦了 看好 把这边煎成焦黄 煎得差不多了 然后翻过来 现在是生餐 要放了我们就要生餐 现在我们来加入一点毛毛盐 不要加多了哈 因为我们那个酱汁里面有盐 再加入我们调好的这个酱汁 再加入我们的葱花跟小米椒 加入一点芝麻虾油 鸡蛋豆腐就做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观看 谢谢你们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